音樂 各位愛真新觀點醫學教育頻道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週五的單元化療中醫學院 今天來跟各位談論的是 中醫藥對於治療癌性疲憊症有沒有幫忙? 癌性疲憊症是什麼? 這是我們要先討論的一個課題 當癌症的用藥進入到身體殺癌的同時 這時候會傷敵1000 治損800 也就是說這台癌症的用藥會去殺害到癌細胞 但是因為特別的一些癌症的用藥 比如說化學治療 放射線治療 當它進入身體裡面殺癌細胞的同時 不免會傷害到自己的細胞 所以它就有可能會產生一些 對自己細胞的傷害產生副作用 所以如何在傷敵1000的情況下 來減少癌症治療對自己的損害 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而癌症治療當中最常見的副作用 不是掉頭髮 不是噁心 也不是嘔吐 反而是這個癌陰性疲憊症 簡稱叫癌疲憊 這種是一種癌症治療之後 或癌症治療期間 病人的能量減少消耗的情形 什麼是癌性疲憊症? 根據2017年NCCN指南的建議 定義是這樣 癌陰性疲憊症會與癌症或癌症治療相關 和近期的活動量並不成比例的一種疲憊感 而且這種疲憊的狀況會持續 持續讓人家 而且也讓人家感到不適 而且會影響到正常的生活 目前根據第10版國際疾病分類 癌陰性疲憊症的診斷 需要符合下面的6項的條件 那問題是該如何處置癌陰性疲憊症呢? 目前癌陰性疲憊症的處理方式 其實有非常多的方式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處理的方式 大家可以到書店去購買 《擊退癌疲憊症》 病人在下小弟我寫的這本書 裡面有它要記載了許多 《擊退癌疲憊》的方式 那我們今天來談論說 到底癌陰性疲憊症當中 標準化的處理方式是什麼? 首先我們對一些比較輕度的 癌陰性疲憊症 我們會採取一些非藥物的處理方式 這非藥物處理方式當中 其中有包括運動、心理社會措施、 睡眠調整、營養等等 我們今天來談談中醫藥 對癌陰性疲憊症 輕症的非藥物處理方式當中的針灸 床前的研究顯示 針灸具有調節免疫系統的作用 而癌陰性疲憊症的生理機制 剛好是因為癌症或癌症治療產生的 免疫系統失調所造成的 所以針灸對於輕度的癌陰性疲憊症 會有一定改善的效果 然而在後來的一些臨床的研究 特別在2013年針對七項 共共有804位受試者的研究 做成綜合性分析發現到 針灸治療確實比按壓穴位 對於癌陰性疲憊症的效果更為明顯 另外在2007年曾經也有人 對於一些所謂的 中重度的癌陰性疲憊症的病人 進行針灸的治療 發現到說針灸的治療 對於癌陰性疲憊症的改善 確實對於比較嚴重程度的癌陰性疲憊症 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另外2012年 敦對302位乳癌的病人 進行癌陰性疲憊症的調查當中 發現給予6週的針灸治療之後 會有一定程度的病人 達到一定程度的癌陰性疲憊症的改善 另外在2016年 也針對288位乳癌成活者 比較說按壓穴位 跟一般的照護 對癌陰性疲憊症的影響 發現到說如果你用一般穴位 一般的癌陰性疲憊的照顧 再加上穴位的按壓 對癌陰性疲憊症的改善是有幫助的 但是如果程度比較嚴重的癌陰性疲憊症 目前對一些非藥物的處置方式 可能效果沒有很好 這時候會建議在非藥物處置的方式當中 去加上一些抗癌陰性疲憊的藥物的處理 包括一些精神刺激物 類固醇以及一些中草藥 那在找中草藥對於癌陰性疲憊症的處理之前 我們應該先來談談談說中醫對癌陰性疲憊症有什麼看法 中醫認為癌陰性疲憊症的病人 常常表達出來的一些身體能量不足 元氣不足 疲乏無力 精神不盡 懶得說話 講話有氣無力 自己會冒汗懶得活動 而且賣相拔起來是虛弱無力 舌體是這樣淡胖嫩甚至旁邊有齒痕 就是中醫認為的辯證當中所謂的氣虛 在所謂的許中華院長的一個研究也發現到說 癌症治理病化療產生的癌性疲憊症當中 其實以中醫的辯證論治的分析來說 以氣虛症為最多常見 所以中醫普遍認為癌性疲憊症就是一種氣虛的表現 所以有些中藥是不是 有些補期的中藥對癌性疲憊症 到底有沒有幫忙呢? 首先就是一個黃岐的多糖體的注射器 黃岐在中醫就認為說 它其實是一種補期的中藥 而黃岐多糖體的本身具有免疫調節的作用 如果你把黃岐的多糖體經過所謂的春化 做成所謂的一個吸藥注射的增劑 施導到病人身上會有什麼幫助呢? 在講幫助之前我們先談談看 黃岐多糖體對病人到底有什麼樣的癌性疲憊症 有什麼樣的生理性的角色呢? 首先黃岐多糖體可以增加造血細胞的製造 紅血球、白血球 也可以降低發炎反應 甚至可以調節一些免疫的反應 所以黃岐多糖體目前對癌性疲憊症來講的 這個生理病的基準就是透過降低發炎 透過調整造血功能失調 透過調節免疫來處理癌性的疲憊症 至於臨床施症來說 有一個一項針對136位接受化療的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病人所進行的研究 一組病人給予所謂的標準的治療 這個標準的支持性癌法 一組的病人在化療過程中 每天施打黃岐多糖體的注射器 每天施打 連續七天去看看 結果發現到說黃岐多糖體施打的這一組 對於疲憊症的改善是有明顯的 而且在生活品質、體能、化學治療產生的噁心嘔吐、疼痛 跟食慾不佳的情況下 黃岐多糖體的注射的這一組 都有明顯的對照素來講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在另外還有一項台灣做的研究當中 發現到說黃岐多糖體施打 對於一些晚期癌症的PE、安心疲憊症來說 有高達8成的病人會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大概有些病人反應可能比較慢 可能要到施打4週到8週後 才有比較明顯正面的改善 而且在研究發現到說 對於病人的寒移性疲憊症改善的方面來講 其中以行走能力跟病人的情緒的改善為最為常見 而黃岐多糖體最常有藥的不良副作用 就是有些少部分人的施打 會有一些輕微皮疹、失疹、或者搔癢症 但是這種情況通常不需要特別的臨床處置 就可以在施打結束後就會自行恢復 所以黃岐多糖體注射器在初步的臨床試驗顯示 可以改善中重度的癌性疲憊症 所以黃岐多糖體目前是台灣官方許可的改善 中重度癌性疲憊症唯一的用藥 另外在藥物處置當中還有一個就是酸類 所謂的酸基本上在中醫認為 酸就是有補氣救脫、易血覆脈、養心安神 我們講的酸類重要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亞洲酸 或者叫做高麗酸 以及西洋酸或者叫做粉光酸 或者叫做花旗酸等等 亞洲酸用於癌性疲憊症的疲憊症 其實的研究發表在2017年的美國臨床腫瘤學會 他針對438位大腸直上癌的病人 在韓國進行的研究 發現到說每天服用2公克的2公斤的 2公克的紅酸也就是韓國的高麗酸的粉末 會比安慰技術來講經過16週的療程之後 可以明顯的改善癌性疲憊症 跟癌症病人的生活品質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亞洲酸其實它有不同的類型 包括亞洲酸的劑量以及持續的服用時間 或許對於癌性疲憊症的改善的效果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所以千萬不要自行參與到今天我講的內容 就自行去買高麗酸來服用 另外一個是2010年針對290位的癌症病人去探討說 每天服用西洋酸也就是粉光酸或者是花旗酸的粉末 請點75公克1公克跟2公克或者安慰劑的隨機對照試驗發現 在8個療程之後到底哪一類的病人效果會比較好 結果發現他說每天服用1到2顆的西洋森粉末 而且在西洋森裡面至少含有生類罩肝有5%以上的標準性 會有明顯的改善 而且發現他說對於治療期間的病人 癌性疲憊症的改善西洋森有非常多的發揮空間 所以西洋森的添加物 西洋森的添加物的多寡也會影響到它的效果 最重要是這個研究也告訴美國的家庭醫師說 目前對於癌性疲憊症症來講 美國的花旗酸 美國的西洋森來講 確實對於癌性疲憊症的病人來講 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突破性的一個發展 但是要注意就是 生類會跟我們一些抗瘍血藥劑 會有一些藥物交叉的作用 另外各種中藥在食用上 會因為原料形式治療方式或者服用的期間 以及病人的體質 還有針灸到底什麼時候該失智 許穴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以及到底要用針還是要用咬 針灸所留置針的期間的長短都會影響到療象 所以要使用中醫藥來治療預防 或治癌癌性疲憊症的同時 一定要去諮詢相關的專業醫療團隊的建議 才可以採用這方面的治療 最後積極妥善處置癌病性疲憊症 可以幫助你抗癌事半又更功倍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喜歡本頻道的朋友 別忘記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更多癌症治療新知 請掃描畫面上的QR Code 您的支持與鼓勵是我們持續進步的動力 我們會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 以及在這部門 這邊 我們會在這裡 用一個方式的目標 明顯示 要是在這裡 我們會在這裡 只要是在這裡